這家是只要有我外地朋友或是外國朋友來台東找我的話 早餐一定是我的首選 一吃成主步 特調的醬他們自己吃吃的 你以前他們來講的話台東我覺得他應該是第一 哈囉大家 今天其實是要來宣傳No Green雙11的活動 已經開跑囉 官網上面的折扣是7折到75折 然後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碼的話 是全面7折 對那個更多的資訊會放在那個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如果說你剛好想要買手錶的話呢 現在就是入手的好時機 然後跟No Green有合作過了幾次 我目前有他們家四支錶 然後大家還記得第一支錶我選的是男錶 黑色還蠻大的 其實這是屬於男錶 外鏡面有42mm 女生戴起來算是蠻有個性的 我真心喜歡他的設計啊什麼的我非常喜歡 可是他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就把他送給了我朋友 所以我目前手上的是三支女錶 完全不同的款式 最左邊是Philosopher系列 40mm的玫瑰金錶盤 搭配霉霧藍純樹皮革錶帶 中間的是Native系列 32mm的玫瑰金錶盤 搭配極夜黑網格太剛錶帶 最右邊的是Unica系列 28mm的玫瑰金錶盤 搭配五珠金剛錶帶 這三款手錶會穿在今天的影片中 那就不多說影片正式開始 Let's go 現在是早上的7點47分左右 第一家來到長江早點吃早餐 這一集呢 的企劃就是要介紹 就是幾家如果說我離開台灣 我會懷念的店這樣 然後今天會介紹五家 從早吃到晚 從早餐開始 我們要小心要加了 然後這家長江早餐 也是我吃了超過20年 他生意依然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就是在做油條 然後湯包就是在外面現蒸這樣子 他們還是自己用的啦 餅皮應該是自己用的 只是說是用雞皮擀的這樣子 比較方便 好快樂快樂快樂 番番 番 番 不是非常基本款的台式早餐 他們家鹹豆漿我覺得也蠻好喝的 可是我一個人的話 我等一下吃的湯包 可能就喝不完那個鹹豆漿了 所以我這次只有點小龍湯包一籠 一籠六十元 然後再加了無糖熱豆漿 Так 好 謝謝 我們恢復了一盤僵尸 這是一盤60元的小熔湯包 有幾個二是六八顆 非常能練通常都舒服 如果有外地朋友或是外國朋友來找我玩 來台中找我玩的話 必帶他們來的早餐店就是這家湯醬 感覺出來是有湯汁的喔 它的皮算是超級薄的 像林泰豐那種薄 超級薄的 可是也還OK 然後它的肉餡是屬於有蔥花的 然後湯汁也是非常多喔 OK 我吃完囉 我才吃大概20分鐘吧 然後它的小熔湯包 不是屬於鼎泰豐麥種非常細緻的 它也是有一點厚度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就非常好 然後它是真的也有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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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的 一龍60塊我覺得還算OK吧 這家是從我國中開始就有在吃的 所以它也是非常久的 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來台中的話 它在北屯這邊 它離市區有點距離 它是屬於我們這個local人在吃的 可是我覺得很推薦 現在是10點12 13分 我在第五市場 第二家 推薦的第二家 就是在第五市場裡面的 樂群麵線 這單數是我同事跟我推薦的 然後我一吃成主步 在那個第五市場這裡面有 好幾家麵線的店 其實都各有擁護者 然後因為我同事跟我推薦這一家 所以我個人就還蠻喜歡這一家的 其他店的話就應該也還不錯 然後這一家呢 生意非常好 很多人在排隊 聽說家日都要等大概半小時以上的 要排隊 它這邊是煮青麵線服務 然後料都是在另外一家這樣子 喔 有去的網站 那以後有特別的服務嗎 多送一碗 我心情就不錯了 呵呵 這種的形態很好 那有的人是不在那邊走的 嗯 可以這樣嗎 這個辣絲的 可以這樣嗎 對 最主要是這個辣醬 然後點了一個綜合的 分合的五十五元 對 它最主要呢 就是它上面這個 特調的醬 他們自己自製的 獨家 獨家醬料 上面的獨家醬料 應該就是他們 最特別的地方 綜合的有 肉跟 蘑菇辣跟大腸 對 然後還有新鮮的九層塔 我覺得他們那個自製醬料 算是他們這個麵線裏的靈魂 要加這個才叫有區別其他麵線的店夾 它那個自製醬料有點像是 蔥油 蔥油醬嗎 一定要加這個醬料 然後加一點小辣 對 非常好吃 就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 這碗差不多也是一個女生的份量 吃完一碗差不多就是一餐 男生的話本來要吃到兩碗 第五市場那邊有非常多美食 對 大家可以探索一下如果有來第五市場的話 五市肉包 現在是 十點五十五左右 我剛剛吃完那個熱群麵線 然後現在要來吃這個 五市肉包它的 這個叫什麼 混沌湯 他們家的混沌湯我很喜歡 是我喜歡的那種混沌 比較扎實大一點 然後在那個第五市場附近而已 它原本是在那個熱群麵線的隔壁 好我要一個那個 混沌湯 最後 對 好喔 喔 現包現包 混沌湯喔 一碗很多顆混沌喔 2 4 6 8 10顆 4 45元 比剛剛的面前還可以 10元 它是屬於還蠻實在的 小顆的混沌 感覺肉餡還蠻多的 清湯 有點蔥花 完全就是肉餡沒有包其他的料 像是什麼菜啊什麼都沒有 就是肉餡 很紮實 對 很喜歡 湯還蠻輕的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它的混沌是 比較鹹一點 對我來講 所以它的湯還蠻輕的 有點可以中和掉它 東西也蠻簡單 就這些 大部分人會來這邊是 一面夾混沌湯 通常來的話我是會買它的 冷凍的那個混沌 可是今天我錢不夠 所以就 就算了 下一次 對下一次 我弟也很愛吃他們家的混沌 冷凍混沌可以買一下 120元 OK 掰 現在是晚上6點20分左右 來吃 吃餃子老虎 它在那個北平路這邊 北平路這邊很有名的 就是 那間 老巷 老巷的店 然後這邊 吃餃子老虎呢 就是我那時候在基隆講 說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還蠻喜歡吃的一間 煎餃店的 就是這一間 吃餃子老虎 它在家裡有牛肉麵 然後 水餃 煎餃 有一些面食類都有 還蠻常來吃的其實 它的味道 我就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可能是還蠻普通的 可是對我來講的話 就是還蠻 習慣 習慣 對 只是我習慣的味道 謝謝 我點的是 韭菜煎餃 它有分最少10顆60元 15顆90 真的非常漂亮 它雖然不是那種 什麼日本的那種 冰心煎餃 可是也是屬於 脆皮鍋底的那種煎餃 對我喜歡這種 有一顆 差不多是水餃大小 韭菜真的就是滿滿的韭菜 韭菜香很重 然後有一些肉末 對 喜歡吃韭菜的人 推薦 皮毛線多 會來吃的 我看幾乎都是 這附近的居民啊 但很少會從外地 特地來吃的 那是另外一家 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家 那一家我覺得 是我在台中吃過最好吃的 蓮子湯 紅豆湯也是 還有一盐湯 對 他們家是最主要就是做這種 中式的那種甜湯的 對那間我很愛 那家也是應該有開到至少30年的歷史囉 對 大概也是從我國中開始就有 它就是屬於那種 可能外地人或是別的地區的人 會遠道而來買的那種店 家家綠豆大王 他現在竟然搬來了軍府路這邊耶 他原本在昌平路的 剛去才發現他原來搬了新地址了 然後我就騎車過來 他離舊地址大概騎過來是10分鐘左右吧 也沒有到非常遠 可是就 就離我比較遠了 對 剛問了說現在是7點23分 對今天的最後一產7點23分 要用甜點來做收尾 裡面的甜點就是 蓮子 我們 蓮子 白木耳 老闆娘親自推薦 他說他們的白木耳是自己熬的 不是那種碎狗狗的 也不是脆的那種 真的看起來很有膠質耶 好適合我喔 不是有點太甜了 好吃可是我覺得有點甜欸 有點太甜了 我個人覺得 對對對我沒吃那麼甜 是喔 好 他這樣子小碗的一碗要18塊 不便宜喔 對 跟基隆三兄弟比的話算是蠻貴的 可是在台中其實我真的 沒有在其他地方可以吃到 像他的臉子這麼黏的 台東的第一名 他的甜湯第一名 所以就是他們家 他木耳也煮得非常非常的 厚 有Q度 然後也有他的膠質 不會很稀 試得到他木耳的口感都有 這是好吃的 可是 有點怪 今天吃的都是百元以下的 他這個就是 一百元 精力最貴就是給的 甜湯 一人 一人也做得非常好喝 然後還有很多糖也做得很好 可是他們家也有一個 我個人覺得 比較 我沒更喜歡就是他的甜度比較高 可是老闆娘說他 不甜的話就不香啦 然後他說會 搬來這邊吃 因為這邊吃他們是原地 然後長平度那邊呢 就是人家住的 也住25年了 然後也不是很好停車 所以就搬來這邊 這邊確實是比較寬敞一點 然後還有這些口味 這全部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大概沒有我的 喔 OKOK 你是哪裡來的啊 我是法國人 法國啊 對 我是法國人 你是YouTube的嗎 我有在經營頻道 可是沒有很大 可以幫你宣傳一下 他叫做捲捲捲 對捲捲捲 就是每天會在這裡嗎 你買四五六日 四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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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個 CINNAMON肉非常的流行 很多地方都有在做 然後好不好吃的話 我覺得就是見仁見智嘛 我個人還蠻喜歡吃肉桂捲的 所以就是買來吃吃看 一個五十元 不算 算貴嗎 算OK 算OK 對現在很多CINNAMON肉 都是破百的